印度疫情延燒最新通報26.7萬多例 有報告顯示為了報導疫情而身處前線的記者 有超過300人染疫不治 平均每天有3到4名記者染疫身亡 日本曲線在度走升新增5230例 被點名疫苗開發落後歐美之後 日本政府表示正在研擬方案 計畫打造疫苗研發據點 南韓過去24小時新增654人染疫 為了力拼疫苗自主 當地生技公司宣布 將與製藥廠簽署合約 生產已經在進行臨床試驗的疫苗 越南確診數持續回落 最新通報153例 而本土疫情擴散 八成的確診病例都是工人 公海更證實越南部分的廠區已經停工 馬來西亞新增4800多名患者 當地一名射箭國手 在接種完第二劑的輝瑞疫苗之後猝死 正在調查死因與疫苗的關聯性 印尼單月新增4100多例 當地衛生部表示 6月或7月將會取得 諾瓦瓦克斯與輝瑞疫苗 並且加速為平民哭等 高染疫風險地區居民施打 美國最新通報27000多人確診 而白宮疫情高級顧問指出 過去一周的病例數 在50個州都呈現下探的趨勢 這是疫情期間以來的第一次 德國確診數再度走揚 單月新增7600多例 當時宣布為了加快疫苗計劃 將從6月7號開始取消疫苗接種的 排序規定 法國確診數揍升 通報17000多人染疫 據傳總統馬克宏將在近日宣布解封 不過不少民眾仍然擔心疫情反彈 西班牙單月新增近4000例 西班牙研究顯示從疫苗會用的數據分析 第一劑打AZ疫苗 第二劑打輝瑞疫苗的效果顯著 而且安全 英國過去一天多出2400多例 原定6月21號將會完全解禁 不過印度變種病毒的出現 恐怕讓計劃增添變數